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李慧儀 這環節嘉賓有Anno Anno 你好 我是Kiri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上的問題想問Anno的話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我們去到askbschannel.com 亦都可以WhatsApp去到91571428 Youtube Facebook 正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留言問問題 我們可以立即回答你 現在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恒生指數最新報26511點 升100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10438點 升22點 大肆成交暫時有876億 Anno和你看看市場 看到市況都是滿滿的 看到美股隔晚 國別發展只有納指升 科技股帶動 今早港股都升超過200點 近300點 但是慢慢又收窄 股又受壓 看到它暫時縮到95點左右 繼續這些區間上落就悶了一點 下星期回來有什麼因素需要特別注意 下星期不是說沒有消息的 還有很多新股 特別熱門 藍熱量 或者一些小家電等等 都多人照顧 釋放完之後 可能過到尾段 下星期三、四過了之後 看看市場的氣氛有沒有好一點 而與此同時 下星期三、四 印象星期四 聯儲局議息會議 印象12月16日 即是星期四 沒錯 在星期四早那段時間 看看會不會藉著美國的聯儲局議息會議 形成一個新的炒作 所以這一刻是悶的 你看恒志的圖也是 保力加通道仍然在收窄 越來越窄的 昨天都說在26001至26009 現在的通道就去到26009 頂部分泌不打 但是底部都開始向上移動 所以短線來說 是在尋釀突破 那指向上跌穿 還是向下 不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 這些圖表只是反映著一個代變格局 但是你問我的 不用圖表角度上 用消息層面上 我看有機會向上 始終我覺得聯儲局議息會議 應該不會特別負面等等 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我覺得這一刻的走勢 指數走勢 問題不大 你唯一說一個問題就是A股 內地股市 你講負心300 跌至4900 你的走勢是差了 市場怕些什麼 可能中美的相關關係 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之前衝勁力太樂觀 覺得拜登上場好像會180度改變 現在就是狀況告訴大家 你未必做到 所以A股有一點點的固壓 但是 你看近期說一些CPI數據等等 我覺得不是真的一面倒你擔的 這股市是醞釀一些消息 突然間再向上炒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維持一個上流甲局 恒指不穿26,000 不會去看探柱 我覺得還是有條件突破27,000 但是如果成交金額 未來持續減少 下個星期雖然說 有些資金釋放出來 但是又越來越近年尾的聖誕價 電結等等 成交真是開始轉趨淡靜了 就未必見到28,000 可能整個月走15,000波幅左右 到時候是看27,800 27,700 但你留意一下 這個月的高低波幅一定未見完的 始終沒可能 我相信今天這個月的波幅 在星期一 高低位上全都見出來 所以這一刻就是 向下跌穿和向上升貨 只會喊得運 只會二選一 如果真的要我猜的話 我也是猜它向上突破機會比較大 後市Anno仍然是樂觀的 不穿二萬樓都是看好的 我們爭取時間回答一下問題 有一位朋友說 他暗盤買了4,000股的 普普馬特 73元 如果跌兩成以上應該怎麼算好 Anno 其實這些位置是否要先吃了糊呢 普普馬特 如果真的抽中那些的話 如果抽中的話 跌兩成以上是不是走 其實我覺得你穿了現在的低位的話 就是說今天的低位做了出來 穿了的話 我想我也會建議走的 因為一個問題就是 炒上去炒了多少 你問我之前 普普馬特說抽不抽 我也沒有特別建議過抽 其實你問我看法一定是審審的 上限定價的時候 我都覺得 五百多億市值 我都覺得你滿足的 現在說九百五十多億市值 快要一千億市值的話 一定是說更加離譜的 所以你講的沒有辦法 但是普普馬特的狀況不同 你看分中途來又會見到 好像炒不起那樣的 開始那段時間衝過上80元 昨天暗盤 我忘了我們公司有沒有 但是外面有些暗盤 的確 你也試過做到80元的地位 但是你如果從今天的股價表現走勢上面 可以反映到些什麼 第一方面有個information 就是講的 之前講的OTC場外 做到1.5倍 90多元那些假消息 很明顯走 第二方面就是 你看圖上面都好像炒不起那樣的 升完一陣之後 整個down trend 出近力 所以你有貨的怎麼算好 我覺得70元這些位置再穿 或者今天早上的低位再穿的話 我都建議 take profit 始終我都是 我向來都是比較理性 你不會說純粹只炒公卡 用來炒一些股份上去 你見到利水界從來都不會做這些 所以我覺得如果問我 我的角度上 其實都會建議 take profit 最多問題就是 這些位置 take 還是看有沒有機會上回 七十三 七十四元這些位置 take profit 我覺得這一刻 如果你都還要炸豬 那就以為今天的低位 你還要指贈 是的 Arnold就理性一點 自己計算那個 什麼時候只賺 好 我們回答 這個YouTube朋友仔 寶康 寶康 他就說 2101 福禄控股 怎麼看 這個低位可不可以買 現在暫時在報5.42 我給你視頻 我的視頻就會這樣看 福禄 記不記得同期有哪隻新股 還有一隻樂響等等 他們有什麼共通之處 就是超購反應非常之極 是 幾百倍的超購反應 但是炒不起 現在的狀況也是 因為如果你論基本因素 福禄下向都是 其實內地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公司 可能做這些業務的公司 有百多間以上那麼多 沒有太大的特色之處 那時候想用一個高估值 純粹是市場氣氛好 特別講的是 你又回想做一點點功課 我想九月份的時候 港股市場氣氛是怎樣 是 九月份的氣氛 是ATM 科技股 騰生科技指數 全部都是新經濟股 所以那時候炒得很厲害 這一刻 那你說的觀看是怎樣 我想你純粹說它跌得多 出現一些技術反彈在那裡 你看圖上面 是的 類似有些底背似跡象在那裡 正在回升 但是你最多都是駁它技術反彈 你說要再上保理加通道頂部 或是升穿賣 看7元8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如果你是純粹要去買的話 以直駁率計算 以5元做止洩 駁它上去6元 OK的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 直駁率OK而已 你又要看基本因素 基本面上 復錄就是我賺不到太多兩點 要搏這些因素 市場有很多東西可以搏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直駁率OK 但基本因素不一般的話 我就不會太過建議 你在這些水平上買 如果你要去搏 如果兩樣都不OK 直接叫你碰到不好點 如果二選一 你真的要去搏的話 我不阻礙你 就以5元做止洩 如果不穿5元的話 你就搏它彈回到6元 它始終跌了這麼多 總會有技術反彈 但你留意一下 LSI都回升到45元這些位置 不是真的超賣就很厲害了 所以有機會 可能近期來說 彈到這些水平再跌下去 真的不出氣 所以就不是很薄得過的 直駁率好像吸引一樣 但是我覺得你買了之後 其實最終都可能 就有比較大的機會 5元要止洩 所以我就不是很建議這個 是的 補刊就留意一下 好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梁小姐 喂 梁小姐 你好 是啊 麻煩兩位主席 你好 想問什麼呢 是啊 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我呢 就是拿著11800中交見 是 很久很久的了 850 現在今天又再跌倒下去 跌倒下去 3.7元 那怎麼辦呢 我都又不想斬它 因為斬了真的不見了很多 重貨 是啊 都算是重貨 在我來計算 是 那現在又怎樣呢 又好像是指數 什麼踢出來 那就變成了 永無翻身之日 是 是 阿奴怎麼看這一隻日 是否真的不能翻身呢 跌到這個位置 你說要回到它那些抹價 的確是的 從來都不會想著 奢望 它要回到那些位置 但是你看看 就是 因為剔出指數 其實背後就是 美國制裁 將它 涉入一個 國防捕克名單上面 有很多基金 或者有不少的指數上面 不可以再觸碰這些股份 是 又或者有些基金 是跟著指數來買的 可能因為這個名單上面 現在未來這些股份 它可以觸碰 它們不可以炸煮 所以你說這個消息 就大約在11月13日的位置 公佈出力 當時中交建 中移動 三大電訊商 全部都是有這個股額在 而近期來說 加上中海油 你看到中海油跌跌到勢 是 如果你看走勢上面 那個股額很厲害 現在創了52周身低 亦都在跌穿保力加通道底部 你繼續拿著 它會試到可能3.5 甚至可能再落到1乘3.4 這些位置 有機會 但我站在你的角度這樣看 你都輸了這麼多 可能對你來說 現在說的股手分數目 不會太多 你跌多3毫指左右 對你的損傷又好像微不足 你不介意的 就走了 真的就繼續拿著 如果你說你覺得它跌 你再是很不舒服的 我們都是建議做匯馬部署 但是就算未來 讓你拿一段時間 當整個制裁消息能夠淡化 你最多都是回到4.5 那些位置 短線來說 這些基建股甚至分分鐘炒不起 所以你想任何家主 我們一定不會建議 你說拿了這麼久的話 這些儲的格局 就是類似拿不拿都無所謂 情況就有少少類似 好像匯豐來講 海嘯那段時間 前一百二十幾元拿著 到現在可以怎樣 沒有什麼可以做 你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 如果你勤奮一些 或者認真一些 在市場上投資 我們不會建議這些股份 你如果要沽沒問題的 但是未來你買股份 整個在市場上的參與 積極性 你就要加大一些 做多一些功課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選擇 繼續拿著股份 你就先拿著 但是老實說 這類型股份 我們都會建議不易占手 梁小姐 考慮一下 不如換馬 好 回答金金問題 金金 你好 6098配股怎麼看 碧桂園服務 折讓了9.5%的配股 怎麼看 6098配股怎麼看 這段消息挺有趣的 因為對於6098來說 當然今天跌5% 但是你有一定的股靈 你知道配股折讓了一成 9.5% 現在跌半成 反映著什麼 一定是反映 市場看法都蠻正面的 至少不用一眼穿 配手架 但是這宗消息挺有趣的 對於很多大行 有很多機構投資籍 想想想 死火了 對整個物資 反而是怕一些其他公司 因為它配股 它可能第一間 是一個高水平能夠配股 6098的股價已經比較硬正 相反來說 以往一些比較弱小的物管股 例如你看2669 中海物業 或者今天見到保理物業上面 市場反而是怕這些公司 反而會去配股 都是同樣跌半成的 所以對於問我6098的配股 怎麼看 第一方面大來有一個風險因素 物管股的沽壓 有機會再次出現 不要想著沽完的 近期來說 物股的跌手好像暢定了一些 但是似乎還會繼續插下去 你看圖上面保理物業 和中海物業的投資差得很厲害 首先 所以第一個方面 就是不要亂這麼薄反彈 不要亂這麼股大物管股 第二方面 集中講迫桂園服務 對於迫桂園服務來說 你會反映到市場 對它的看法比較樂觀一點 整個物管板塊 就算說第四季做得很差 下半年做得很差 迫桂園服務年初至今 或者整體表現上面 是比較硬正的 你強硬要去解釋 我都勉強解釋到 就是可能涉及它的三公一業 特別物館業務 每個人都做 但是那些供電 或者很多配給服務上面 迫桂園服務的確是有個優勢 但我覺得什麼優勢都好 在股值上反映了一大部份 相反地你說12月份 股價夾上高上力 你會不會純粹夾高配股呢 你要擔心這個風險 所以對於6098的看法 我覺得不要只看這一盒 今天配股上力 你起碼要多給2、3天 如果好像小米一樣 未來一個星期的時間 都站在配售股上 可能是OK的 你只要去搏 我不阻礙你 但我不會建議密密管股 我只是不阻礙你的 但是如果你過多2、3天 都是穿了配售價 那不用想了 可能有機會再穿40元 這些位置 那就留意了 另外他也問了 1585還可不可以短炒 雅迪紅股的一隻 這一刻就看到那個炒風 都還在 不過其實我想新能源汽車的板塊 你看美股上面的中概股 真的越來越反跌 特別Tesla配股完之後 你在配股消息剛好出來的時候 OTC 市場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負面 但你看到昨晚的股額也很厲害 這個也是看到 情況有個改變 所以你問我 新能源汽車 不行了 特別是2、3線的 之前說的 我們硬盲炒相 就升了這麼多 這些位置 一個健康調整 你看到圖上面 馬迪再穿過保力交通的中組 可能逐一聲跌下去的底部 11元這些位置不足 所以直播率一定是很低 升 未必升得多 可能15元已經有個阻力 相反地一旦不小心 不幸運的話 單日可能沽一兩成 會有機會 所以直播率低 已經不會去想 再加上基本面板塊上面 當然新能源汽車 我們不會說炒完 但是風險向來都是有 我覺得你如果說你參與了 你一早買了 當然沒問題 你有條件手 就算拆下去 11元11元這些位置 未必會上 但是如果沒有參與過這段升幅 即是一向都沒有炒開的話 這些位置 我就不會建議大眼去追 嗯 那麼留意這些位置 如果沒有貨的話 就不建議你追 好 也謝謝Anno 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問題大概17788 和你申報一下 以上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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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我說 你 感谢观看